環保局对风雨间歇之后 尽速恢复市容 尤其明天开始恢复正常上班上课 台北市长长外安宣布 4号台北市正常上班上课 各局处也盘点灾情 截至19时指 本市共受理139件台风相关的案件 这其中包括路数的案件有58件 那交通号制损坏14件 台风卡弄来袭 才因为霸气宣布3号停班课 让蒋万安被网友冠上最帅男人 大家更期待周五一起放 喊话会再帅一波吗 但4号正常上班课 网友们要失望了 那因为刚才相互举行预估 说明应该六点前 就会脱离暴风范围 所以就变成要按照这样的一个预测 怎么样这也是一种帅法 北市交通局也宣布 4号早上7点开始 红黄线恢复管制 U-bike跟共享机车恢复营运 至于基隆跟新北 同样召开台风工作汇报 大家长谢国良跟侯友宜 亲自作证 截至晚间新北市共接获 112件灾情 基隆则是52件 由于卡路台风 影响台湾最剧烈时间 落在3号晚间到4号凌晨 最快4号清晨 可能解除路景 因此北北基研议不再放假 此理问题今晚就得不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